好,我们在了解完memory copy的一个函数声明过后 那么当然你可以再下来实现一下memory copy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我们所讲的模板来操作一下就可以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几个后面我们课程中将要学习到的一些函数 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 咱们学完这个字典过后 你应该大量的C元函数 包括一些内核 包括一些应用程序中函数 你可能大概都能猜测出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所以说对于这个地方的掌握 希望大家尽量去理解它的一个设计思想 好,那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会学到一个函数叫reserve函数 这个函数是我们网络编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接收函数 好,那这个接收函数我们来看 它的函数声明中我们怎么来读它呢 你看,int-socfd 那很显然这是一个int词 说明它只是一个直传递 它的目的就是让什么 这个函数,底层函数 就这个函数 它只是来什么 去用一下 对不对 用一下 那么这个很显然是id号 就是有点像你找到谁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大家看 第二个参数是指针 而这个指针恰好是我们刚才说的Void 看到Void 你第一个反应 这个地方传什么东西 不是传恰 也不是传什么东西 而一定要传什么 一个非零字符的一个什么空间 那当然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定义一个什么 char buffer 然后什么 比如说100个 然后我把这个buffer的手机值给它 行不行呢 我们说肯定没问题 对不对 这肯定没问题 但是这样的定义呢 我们说有个新问题 因为你这是char char是有符号的 很有可能我们网络上收来的东西是一个什么 可能有很多零对不对 甚至可能还有很多那个比128字节还要大的 可能是高字节256个字节那种大字节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加思索的用S去看buffer的内容 我稍微写详细一点啊 就这个意思 我现在定义一个buffer100 如果是这样定义的啊 然后呢 我呢 又假设receive过程中呢 我又把这个buffer加进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在receive程序函数过后 你不知道乘上几下吗 它函数一返回 不相当于把buffer的直锅改了吗 对不对 因为这没有const对不对 没有const 那没有const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 我们说那用s啊 我们去看一看buffer 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写法啊 因为很多同学认为 我定一个chare嘛 不就该用s去看里面内容吗 这样我们内存什么东西 我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但这呢 是我们也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 一个大计吧 应该是啊 那么怎么意思呢 你看 我们接收的这个buffer啊 我们一再强调 为什么它定义vid型啊 它告诉你是非字符的 也就是这里的内存中可能还有0 可能还有什么 很高的字节 比如说256个那个8比特的高字节啊 那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里头肯定还有0 那如果说我刚好我的buffer的啊 接收的是一个什么 00 00 然后helloword 别让他 hello 对吧 那我问你 这段内存你交到这个s上能看到不 是不是就看不到 对不对 看不到 因为你看到0它就不看了 看没有 百分之s跟那个 尺寸很像啊 就说看到第一个0就这个为首地址 看到第一个0 不看了 不看了 后面就不管了 然后后面就不管 它认为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误认为buffer说没收到 可能没收到 但其实其实是收到了啊 其实是收到了啊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的操作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也要注意 既然viewid行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开什么 开窗的空间 而开成什么 onsingle的窗 甚至来说你这种标准写法过后呢 下面你不能用百分之s去看 看没有 除非说你能明确知道 我这个buffer里头 虽然是内存 但这个内存一定是什么 字幅串 那好了 百分之s可以起作用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啊 这是当然是说viewid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说你既然提出vid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论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很想象我们说 这个论是不是一定是先 一定是修饰这个新的 绝对不可能是在修饰其他的地方 也就是说 它和这个buffer和论一定是一个一体的 一定是个一体的 而这两个行餐最终被怎么被实际化呢 实际化呢 那我们说第一个指针 我们说一定要先开辟空间 对吧 然后把空间手地址给你就可以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啊 第二个呢 这个论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限制我们这个空间的什么 的一个大小 一般情况都是这样来做的 怎么叫做限制这个空间大小 就是我这个本身只有100个 但我有可能啊 网卡中已经收到了什么 比如说到1000个自己 这很有可能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只有100个盒子 那这个是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收1000个 不能收 因为你只有一百个盒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论我们是不是只能最多最多跟100个 当然跟99个行不行 跟80个行不行 都可以 就说我这个论反正限制你 你这个指针别给我预出了 对不对 它最多最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符号限制 然后最后又是个直传递 看没有 这个直传递肯定就是一个标记了 就是我不是来被你改了 我只是来看的 看没有 我只是来看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小例子呢 我们至少能够明白 就以后看到这样的这样的代码 你至少能够先要明确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然后以后呢 我们在开发中呢 你不可能把receive函数的细节 全部一行行读完 你再去开发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投文件 然后看到这个函数声明 你至少脑海中就要有一个什么 一个初步的想法 然后呢 我们再去调用 那这样的话呢 不管是记也好 还是那个我们用也好 心里就有个数了 好 那么你看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 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那么 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sand函数一样的啊 sand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sand这个地方是有constvid形 什么意思 什么叫sand 就是我发出去 发出去之前可能 你看可以这样理解 我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指针呢 很简单 因为我发出的可能是连续空间 对不对 第二个什么连续空间 因为有const的修饰 记住啊 const和vid共同修饰的心 说明这个心啊 既是什么普通内存 又是什么不可变的内存 那自然而然就代表我们这段内存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我们不能修改的内存 就是在这个函数里头 对这个指质内容我不会修改 你放心 你给我传Hello world 我给你发 发完回来过后还是Hello world的 你原来什么样 现在回来还是这个样子 你不用去担心这段空间什么 被修改 所以这种写法大家也要学会 然后这个论的写法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的知识点的介绍呢 也是希望大家在以后面试中呢 你在那个实际的那个那个比试题中啊 他比如说如果说出了一些题目啊 是专门针对让我们去写一些代码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明确 第一个我们在写函数声明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成什么 比如说我的那个onsingle chart星啊 或者vid星啊或者是什么chart星啊等等这些方式 你一定要写明白啊写明白 这样的话呢 那个面试官才知道 哦原来你确实对我们c元中的什么 内存分裂是有理解的啊 好 那当然呢 我现在我们再补充一下啊 就说那你如果说我的函数声明 确实写了一个vid星对不对 那怎么用啊 啊 你看什么意思呢 你看intintf1对吧 我们假设说就传一个vid星 比如说就是那个buffer好吧 还有一个一定要传一个啥 传一个大小啊 你就写int都可以啊 好假设有这样一个函数 那我怎么用这个指针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对buffer 哎呀对不对 因为buffer指向内容是一个空类型 我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哎因为你这行产你只是为了搜 对吧 只是为了搜啊 为了跟我们的食餐在接收的时候呢 不会被编辑啊 对报一些警告而已 对不对 让他的通用性更强一点啊 那我这个地方该怎么操作呢 那这条我们说最典型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 你既然有一个buffer指针 那这个指针的合法性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来读 对不对 只是为了那个在编译的时候不报警告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后面 先定义一个onsingle的 恰新的temp 我就相当于这是一个零丝指针 把我们的这个buffer 是不是可以强制的什么 转过去 因为当然你不转也行啊 看比如编辑器他不报错 你就buffer就是可以这么这么写啊 然后现在有了temp过后 我是不是以后就按照temp的i进行处理了 看没有和i++ 然后加到什么加到ln就不加了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写法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标准一点 你就写成什么 onsingle的tel型 那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完成了我们的一套 一套这个自定义 就定义好了 就相当于强制类型转换 把这个buffer收来的数据 转换成一个什么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来读的什么 一个指针 然后利用这个指针呢 进行所谓的什么便利操作 所以vid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参的一个形参画 最终的操作一定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具体类型 具体类型 好